我想,其實這幅作品我已經花了蠻久了 因為油還是比較慢的 然後它的名字就叫高科技黃金機器人 就為什麼這個名字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高科技真的很厲害的 然後它遇見了就是聰明的2019的冠狀 然後就是看我們的高科技怎麼樣去結束這個冠狀病毒 它是一個悲傷的一年都比較沉默 但是必須說也是感動的時代 因為在高科技裡我們其實生活都是非常舒服 你可以在網上看很多這種有一些比較有價值的信息 有價值的東西 可以看一些成功人士談他們的創意經歷成功的一些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感動的時代 所以我從我的內心我去做這個作品 然後我為什麼畫一個黃金的機器人 我為什麼不畫像一個機器人 但是你畫一個蘋果 你不一定要像一個蘋果 這就是抽象 就是你要表達你做你內心的想要的東西 然後它這個真的全部是黃金的 真的黃金 然後這個你看它是有一點點憂鬱 對嗎 其實藝術都是有憂鬱的 孤獨你才會創作最好的藝術作品 包括音樂也是一樣的 然後它的憂鬱 你看它的這個狀態 它其實在思考 思考我們怎樣去戰勝那個新冠 然後等一下我把燈打過來一點 然後等一下我把燈打過來一點 燈看一下 看得清楚一點 對 然後它就是為什麼還有一把鎖 對嗎 拉一下鏡頭鎖 鎖是從心臟 因為心臟和腦袋你都是在想事情 同時你有靈感 你的腦袋有靈感 你的心就會想到什麼 然後它就有一把鎖 這個鎖一樣是黃金的 然後我用了一些藍色 藍色它其實是這些 我用了很多顏色 顏色其實它是代表一個 就是雖然我們是很沉默 很有一點點憂傷的年代 但是它又是很感動啊 很積極啊很希望啊 所有的顏色都有了 所以它是讓我們也是快樂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用黃金代表這個機器人 因為黃金其實它可以 機器人它代表人類 然後它也是 這個機器人呢 它又是很 有一點浮像 浮性的感覺 就是也是彈 就是這個作品 它也是表示我們人類就是必須是要善良 它的感覺就是也是善良的 浮性的 那麼就是我用的這些顏色 它都是讓我們就是不要太焦慮 其實因為我們的高科技一定會結束這一場就是新冠病毒 所以你看我們有研製了那個就是很好的就是疫苗啊 什麼藥物啊什麼就是其實也幫助我們人類 我們應該是很感動的 感動這個高科技 所以我發自我的內心 在我的心裡我要畫這樣一個去 這樣一個代表我們的高科技人類 這樣子高科技它也是代表人類 那麼這個黃金黃金其實它是代表一個成功 成功就是黃金是代表穩重 代表就是成功的一種象徵 所以就是我畫了一個高就是黃金的科技 所以它這個地方這裡這裡它是等一下 我拉筆跑我的手好像感覺很長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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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那個就是銀色 算是索色的 銀色就算它的後腦勺 然後就是後背 因為它高科技它是有一種 就是是有年紀限的 是一種科技的年紀 所以呢它是這樣 然後藍色呢就是你可以像它是一個 一個一個山 一座山 也可以說它是天空 也可以說它是 但是我這個是還沒有完成的 所以我就是做這個作品是 作品很簡單 但是它的是非常 很有力量的一幅作品 是非常有力量 然後就是非常給我們人一種 飽腹性一種 因為也希望我們的世界會越來越好 所有一切都會好的 所以我畫這些顏色也好 還有黃金也好 其實它也是給我們帶來 給我們人類帶來一些好運的 然後就是其實很感謝我們的科技時代 然後其實這裡所有顏色都有了 因為我覺得這些顏色它是什麼 我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藝術品你不能只是 畫一個什麼黑色的什麼顏色 我覺得藝術就是給你一種希望 一種陽光快樂又快樂 但是它有一一點點的憂鬱 藝術肯定是憂鬱的很好的音樂 它都是音樂的裡面的內容 故事它都是有一點傷感的 因為這個很多的音樂作者 他都是有一種心去寫這首歌 可能他遇到了一些故事 然後他不能說出來 但是他可以把它音樂做出來 然後就是它是孤獨的時候 憂鬱的時候 他去做這個作品 所以他可以做好這樣的作品 來代表他的作者的心聲 所以我們的藝術也是你表達的 那你也不能表達很呆板 就是要有一點陽光啊 有一點色彩 對嗎 你該有一點憂傷就有憂傷 所以我從我的內心去做這個作品 我自己還是挺 每天我畫一點點 每天我都會開門進來看一下 然後就是有時候是自己被自己感動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作品看起來 它其實我其實想了很久 我一直是想畫這樣一部作品 因為我覺得從我會上網的時候 我以前也不是特別愛上網的一個人 然後我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我在上網的時候 我在網上可以看一些高品質的東西 然後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甚至是免費的 就很感動我 然後就心裡邊想要做一個 其實想做一個科技的作品 所以我今天就畫了一個高科技的黃金機器人 然後我在鏡頭拉一下 我去手機拍給你看一下這個 真的是 真的是 我把手機拿下來 等一下 先把手機給拿下來 對 對 然後它這個 這個真的是黃金的 可以看一下 對 然後這個心吧 這個心也是很微妙的 它是 我在畫藍色的時候 然後我就畫藍色的天空 然後就天空 然後結果它就一滴 滴了一顆星星在這個 這個眉毛上面 然後我覺得太有意思了 這個就是太神奇了 然後我就這樣 其實你看它 它是一種沉默的 對 但是它是在思考 對嗎 但是我這個是還沒有完成 但是我就還是想拍 然後這是那個鎖 一把鎖 鎖 你覺得這個鎖它也是金的 然後鎖 它是年紀它的腦袋的 這樣的 這個是黃金的機器人 就是看起來 是不是從那個 你可以想像它從天空來的 從山裡的屋裡出來的 就是很有力量 很 對嗎 就是因為是powerful 就是 對 它是很有滲透力的 就是我每一次看了 我自己 自己每天畫一點 那時候我自己是挺感動的 對 然後 哎呦 我拍 我其實很忍不住想講 但是我還有一陣子還沒有完成 因為我還要畫很久 油是很慢的 對 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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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